大家好,我是泡泡 从刚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差不多已经在职场10年了 那么这10年我悟出了什么样的职场道理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职场老前被踩的坑 总结出来的血泪教训 这10点请大家务必看看 第一,在很多公司 你不提加薪 你就真的永远不会被加薪 既然你入职一家公司了 即便有些最基层的员工 你也要把自己当作是老板的合伙人 主动一点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 配得上更高的工资 你要主动去找老板谈 给自己谈加薪 但是你要用业绩去打动它 第二,些人刚入职场 一定要面对一些琐碎的小事 无论你多么优秀 便于什么名校 但是杂事你要懂得做起来 别人做PPT 你要去找素材 别人做方案 你要负责接电话 别人写文章 你要负责改错别字 别人寄快递 你要负责填快递单号 这是你接触工作内容熟悉环境的第一步 也是考验一个新人表现的第一关 会不会做的事 有没有责任心耐心 工作态度如何 与人沟通怎样 学习能力强不强 都能在这一段时间看得出来 但是你要警惕 这些杂事不能一直做下去 这只是你某个阶段的使命 当你熟悉了这些 掌握了业务流程 就不要再做杂事了 你要寻求更高 更有挑战性的事情和业务 否则你就废了 被同事和领导当成个打杂的 第三职场的本质是利益交换 如果你请同事帮忙 如果你们之间不是特别熟 一般没有谁会心甘情愿的帮你 但是你适当的发个红包 或者顺便请人吃顿饭 不仅事情解决了 还顺带还了一下人情 第四学会察言观色 做事之前先摸好领导的真实需求 所谓摸清领导的喜好是指 适去发掘他到底是注重于形式内容质量 抠细节 还是说他喜欢大的框架 解决方案或者行业方向 这对你开展后续的工作有很大意义 避免产生重复的无效劳动 这对应的本质在于 能不能快速抓住对方的需求 以及想要的结果 可以通过反复的试错来确定 第五 要做一个让老板看得见的员工 这里说的可以看得见是指那种眼见活 可以是经常跟领导交流汇报工作进展 不要只顾傻呵呵的干活 你每天加班到很晚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的意愿 你不说没有人知道 第六 做事情要留痕迹 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面都认为 你在职场做事 最好不要留下一些痕迹 容易被别人抓把柄 这是不对的 当你做事不留痕迹的时候 你极可能替别人背黑锅 人在职场 务必做事情留有痕迹 每次沟通最好的方式是通过邮件 但必须确保是 你写给领导或者同事的邮件 每个字都是可以公开的 这样黑锅就不可能由你来背 第七 职场酒局 要么谦卑不醉 要么就滴酒不沾 如果你第一次喝了没有过敏 或者烂醉 那么下次的酒局 你肯定是拒绝不了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喝 第一次就坚决不要开口 不要开这个头 如果你第一次开了这个头的话 之后呢 你就必须都要喝了 第八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事业 放弃自己的健康 很多人把老板的事业 当自己的事业 与公司共进退 甚至加班 熬夜 伤害身体 燃病卵 事业是老板的 健康才是你自己的 当你的健康出问题的时候 受罪的是你花钱的是你跟公司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九 千万不要月籍汇报 月籍汇报是职场大计 办公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任何领导都不喜欢月籍汇报 不管哪种原因 下属只要月籍汇报 都会引起直接上级的误会 怀疑猜忌 人在职场 坚决不要月籍汇报 除非你有做好离职的准备 第十 对领导提出的方案有意见 最好私下提 不要在人多的时候去做否定发言 否定你的领导 虽然他表面上会考虑你的提议 但他背后一定会变着方来折磨你 因为你没有给他留面子 所以给领导留面子 就是给自己留后路 好 以上的这十个血泪教训 你get到了吗 希望大家在职场都能够顺顺利利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